出去了要什么感受 二年还要回去工作 该滚回坟兰来 这一顿还要回味一年 最后打几圈麻将 难受 这一把数据线 你每次带来带起 都是要装着 差不多 已经差不多收拾的 差不多了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东西 给他留一些空间 还有三个随身行李箱 应该还能再稍微装点东西 再会 提前一晚上去机场 到了现在这边住一晚上 然后明天一大早 这边就直接在机场 然后这楼里面 对啊 我们在上海呀 你不是晚饭吃过了吗 我肚子疼了 因为是饿了 都想吃一遍 你们俩不是都吃过晚饭了吗 爸爸都给他安利牛肉面 吃到最后一刻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 这个队伍着实有点长啊 这所有的机场航空的经济舱 全部在这里排队 后机厅都是这个队伍 这里还有火锅人 终于排到了 不容易 终于过来了 已经开始登机了 我们坐在厕所方面 最后一排 因为没有三个连在一起的座位 只有最后一排是三个连在一起的座位了 九个小时的飞行后 到达芬兰 这个到达接近的地方 搞得好隆重啊 这边还有山有水 感觉重新造秀以后 豪华了很多 开往坦佩里 哇 终于到家了 到家了 姨姨到家了 爸爸还说要现在去看看有没有蘑菇 已经晕过去了 快累的 我买的这个杯子带过来了 哇 好好看呀 是那个枫林草 先去看看院子里成啥样子了 都结种子了 这棵是啥 是生菜 生菜长这么高 我的藏天呀 变成原始森林了 哎呀 这棵花全部被蜗牛吃掉了 一棵已经不行了 一棵没了 这棵经过了日山雨林 居然长花苞了 好多水 烙掉了点 好多水 这个最厉害还在开花 哇 这个白色的宰盒开了 哇塞 那个月季花居然开了 哇 一股烂草莓味道 草莓全烂了 有能吃的吗 哎呀 全部烂掉了 妈妈干净割草 把尼达那个剪刀 把这些花也剪了吧 我想到要收拾这些行李 真的是先慢慢来 必须得拍一下 朋友给我们特意送来的寿司 我们的晚饭就有着落了 哎呀 哎呀我的天 这两箱我应该先 先收拾哪一箱呢 这个是一个挂在门户里面 这个不知道粘得牢不牢 先这样不牢再说 自己加弄的玉米 这个架子 看一下怎么安装 哦 走装好了 放里面一点 哎 这么一来可以 貌似装很多东西 其实除了一些衣服以外 这一箱子里面塞的东西 也并不是很多 因为这个书很纯 小的东西船都塞在这个里面 已经塞的卡住了 这是一个烹油的油壶 里面放了那个扎头鞋 给它抠一下啊 这些放起包装的小的鞋 还是直接放在这些小的 抽层面 其他都不值钱 这些是宝贝啊 自己加重的 呃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哪一部分 呃 那种的芥菜 还是青菜的干 换完以后觉得还不错 但是拿起来好像侧面 这个太窄了 不太好拿 明年再用 需要帮忙吗 哎呦 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小箱子 小箱子里面放的是杂物 好嘞 我的天呐 这一个抽层里面塞满了 塞了这么多东西 这个水壶里面塞了好多收集线 陆陆续续拍的一些 没有都拍太多了实在是 还两个小箱子就弄完就好了 然后这里全部都是咖啡 吃的和那个咖啡 最后一个箱子 等一下 这些不是全部这里还有呢 可以暂时实现 几段时间的咖啡客游 越收越困 越收越累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感觉眼睛要闭上了 对对对 靠近倒了 哇 看看 正好放进去 衣服也挺多的 大把裤子买了八条 真是太厉害了 我的妈呀 这个床软的 有点不习惯了 躺下来 依旧晚上11点